用高颜值的猪类排做一份自动脱骨的厚结类排 猪类排去筋模放入香料 可以按照我的配方来也可以发挥你们的天赋 涂抹均匀后包上锡纸烤箱上下火180度90分钟 然后准备一个酱料 这时候烤熟的猪类排已经非常香了 再给它涂成酱料 烤箱230度15分钟 翻个面再烤一次 好了现在可以吃饭去了 粉丝的点单澳门茄汁蒜香虾 这个菜呢还是没什么难度 虾带壳开背曲线 一定要充分擦干表面 不然会弹油弹到飞起 根据视频的备方来做个酱汁 里面会用到贴汁 也就是乌斯特辣酱油 可以用好友或者酱油平地一下 起锅热油 下煎30秒以后再翻面 再煎30秒后下入酱汁 大火快速入收汁 放一块黄油提香提亮 最后装盘淋上酱汁 撒点芝麻和黑胡椒 味道真的超赞 今天我们来做一种拌什么都好吃的肉酱 以前我们都是用厚厨的边角料做的 洋葱大葱切碎 蒜和生姜切末 用味噌或者黄豆酱 加上料酒和砂糖做酱汁 小火色辣油炒香葱姜蒜 一小勺豆板酱加入洋葱碎炒透 这个时候放入猪肉米 炒汁变色后倒入酱汁 煮三分钟 淋上香油和米醋 以及剩下的一半大葱碎 最后撒上花椒粉 做盖饭和拌面都非常好吃 听说三明治机做不出顶级的三明治 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们首先选用安格斯牛肉饼 调味后放入预热好的机器三分钟 去掉多余的油 上黄油 吐司 芝士片 番茄 肉饼 就这个样子叠两层 同样用机器加热三分钟 取出饧肉备用 再准备一些区别的吐司 加入芝士和火腿片 用鸡蛋和淡奶油做个淡奶液 加点肉桂粉 稍微浸泡一下就可以 三明治机预热 涂黄油 压三分钟 就是这样一份顶级的 all in三明治 完成 今天我们来简单的复刻一下 著名的美国老牌连锁 德州公路餐厅的必点小时 炸菊花 啊不对 炸洋葱花 把洋葱枪头去尾 一定要保持根部完整 底部留一公分高 切成16等份 一个鸡蛋 100毫升的牛奶做个淡奶液 把洋葱花充分浸泡 接着我们根据视频所示配方做炸粉 香料部分根据自己喜欢的来 裹两次淡奶液 两次面粉 确保每个花瓣都裹到位 油温到107到180左右 炸8到10分钟 油尽量多一点 就不用像我这样淋油了 只要到它完全开花 表面焦黄就OK了 搭配蛋黄酱番茄酱 外脆淋嫩很好吃 今天我们来做一份最低配 但却最好吃的酱油炒饭 想要做出好的米饭 大米要认真讨喜 胡萝卜切丁 葱切断 葱白切碎 三个鸡蛋加盐打匀 然后我们准备酱料 生抽老抽加砂糖 一个大蒜泥 少许生姜泥 拌匀备用 米饭煮好后可以把它摊开铺凉 鸡蛋这边用黄油小火煎熟备用 准备好配料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大火热锅倒入塑料油 依次放入所有的蔬菜配料 炒香后放入准备好的米饭 翻炒均匀后倒入酱料 充分翻炒 让每一粒饭都蘸到酱料 最后加入鸡蛋 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粒粒分明 有滋有味 说起我的童年时候的动漫 那一定是惯了高手 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乃至于我后来还真的去读了神奈川大学 今天那就来复刻一下 那时候在大学食堂经常点的猪排饭 猪里脂调味 裹面三木脂 宽油炸至金黄 骨酥醒肉 哦对了 动漫里面的一木花刀也炒了一道饭 另起锅 味淋酱油清酒一比一比一 加入一小碗水 以及洋葱 煮开 放入炸猪排 刚刚的蛋也再加一个蛋 淋上去盖上盖 焖两分钟 出锅后做成盖饭 送给每一个童年追过梦的同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